現在才知道 新手美股不套牢 Woo 金元 是 聽說妳是鼓跳高手 喔 憲哥妳有所不知 我真的是高手但我是 新手美股不套牢 Woo 金元 聽說妳是鼓跳高手 很多人都想要在鼓海裡面撈錢 那如果撈得到的話非常好 十個裡面只有兩個賺錢 八個虧錢 沒錯 大部分八個都是在 鼓海裡面沉沉湖湖 甚至被埋沒了 憲哥快點丟那個叫聲圈給我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我們的新手 真的想要在鼓海裡面 跟大家征戰的人 怎麼要 怎麼如何來進入鼓海 怎麼在鼓海裡面 成為贏家 太好了 所以今天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福了 憲哥今天要跟大家抱到底 新手 要怎麼操作股票 才能夠一本萬利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歡迎Julie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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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玉琦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兩位專家 理財財的總編 我的好朋友銀琦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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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剛剛不是你講說 要教我們新手怎麼操作股票嗎 對 可是對我們來講啊 我們都是想說看人家每天就說 哇 好像左鄰右舍 一下就是動不動買了一兩 進口車 然後一下又換新房 我們也很想這樣賺 但為什麼我們一殺進去 然後就開始一路往下跌 對啊 我最討厭的聽到 有以前很多朋友就說 唉唷 你買新車了 沒有啦 唉唷 台積電送的 唉唷 你擔心我了 好討厭喔 沒有啦 郭台穎送的 你都出國了 唉唷 是那個中鋼送的 聽得好討厭喔 怎麼那麼厲害 對啊 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那你教我們 我們都想變得跟他一樣厲害 對 其實股票裡面有很多的面向 你如果真的要去好好的研究的話 非常的困難 沒錯 有基本面 對 有技術面 有籌碼面 有心理面 有政策面 憲哥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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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繳了很多學費 我會 我會 最重要買股票 就是要看基本面 可是呢 大家都會講嘛 基本面要看什麼呢 要挑對好公司 對 但是 怎樣挑對好公司 為什麼每次好像都 賤到人耶 對啊 妳有這種感覺嗎 對啊 人 人普 不是 我是說股票 唉唷 憲哥 買了家 讓我婚姻師很好 好 好 真的 挑股票 真的跟挑帳戶 跟挑男朋友一樣 對啊 妳有挑到那個壞的男朋友 跟挑到那個壞的帳戶 就不行了 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在挑選公司的時候 常常遇到的迷思 好 第一個迷思 就是過去好等於未來好 對啊 她過去表現很好 未來一定會很好嗎 不是這樣子嗎 對啊 就是我們的依據 也只能看透 她過去很好 所以我們覺得她將來 應該有保障啊 對 那可是如果過去她不好 我們根本就不敢 不敢 對不對 那至少有好一個就對了 不好 我們根本不會去看這檔票 你有在看人家好不好嗎 蛤 你不是不管好不好 都會盡全憑感覺嗎 其實我感覺都很好 其實我改了名字以後 我都會看 到底好不好 喔 可是玉琴 我好像就是常常看到 有關於妳的消息 就是在操作股票上 也算是高手喔 我不是高手 其實說真的 我只是因為操作股票的時間很長 我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跟著 跟著同學跟著媽媽 你覺悟得很早 是 我發現其實還是有些股票 讓我住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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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套房 你怎麼決定就是 要不要進場這支股票 你會參考什麼 比方說我曾經買過一個 就是統一超 對 像統一超的部分 其實真的就是 我會看比方說 可能三部就有一家 五部就有一家 那因為民生用品 或者是說 因為其實真的 它是越做越好 而且它的周邊的那個商機 是越來越大 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們不可能 經濟再怎麼壞 它還是有民生的需求 每天收現金 對 然後因為它那個金流又很大 然後後來我就進去了 那我覺得這支還不錯 現在還在 還在 就不用擔心 不用天天去看它的股價高 對 我心臟不夠強 真的沒辦法天天看 那像仁豪 你有曾經因為就是看公司的表現好 然後而進場 但是後來賠了嗎 有啊就是其實在 如果我講這個 這一檔 你們大家應該都會知道吧 就開發金 是 你是幾塊了吧 我買的時候六十幾 喔 那時候劉泰英 對 六十幾 你知道為什麼 對 憲哥你講對 為什麼我那時候會買這檔股票 就是因為我每天打開電視 都看到劉泰英 是 然後他都一直在放利多的消息 大掌櫃 對 大掌櫃 然後那時候開發金 他走路真的有風了 每次看他的新聞 他走出來後面都跟著一排的那種 沒有 他每次都穿黑色的風衣出場 是不是 感覺 小髮都來了 一定很穩 而且他每次接到訪問的時候 就那種正經為坐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講了 就是談談而談 他的公司怎麼樣 對 開發金未來會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看電視就覺得 唉唷 那這檔股票就好像 未來的台積電一樣 是 就感覺很穩嘛 對 然後我大概是買大概六十幾塊 大概六十五 六十六 你現在手上還有嗎 現在手上很多 還很多 他現在我那天去 結算我的那個股票 就看順便 要看我的 我身上什麼股票 我看到開發金我沒吐出來 而且那股價是 對 好慘喔 真的好慘喔 好可憐的小孩喔 憲哥 救我 不是 我覺得仁豪這個被騙了 是應該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跟仁豪一樣太多了 我跟各位報告 大掌櫃劉太英 是我們中華民國分析師第一號 他那時候誇大好語說 未來三年 每年開發金都賺六塊 對… 對不對 他講這種話嘛 對… 沒有冤枉你喔 大家認為對啊 那六十塊 每年賺六塊三年 本益比十倍啊 很賺啊 這怎麼可以不買 不買才是傻瓜 對 結果買的才是傻瓜 好 那我們都不想當傻瓜 難道我們不能從他公司 過去的績效來參考這支股票 他到底可不可以進去 對 那引起像這樣的 這種迷思我想 所有的投資人都有啦 連人好這麼聰明的你看 都被騙 我聰明的喔 千金難買早知道 其實這一二十年啦 我們看歷任古王 現在多少在沉淪了 一二十年前的國泰金 然後太陽能很好的時候 我們看到以後 然後現在紅達鏈 其實都是從古王這樣摔下來 可是當他在頂峰的時候 大家會很看好他 財報表現也很好啊 對啊 我們看他的EPS也很好啊 因為他營收也不斷創新高啊 對 可是他的股價一定就往上漲嗎 不是嘛 我們來看這一家的股市 是 這是筆電大廠台灣之光之一 我們來看他的股價 他的曾經營收創得非常的高 股價也到了一百多 一百多塊 我們看他現在攤在哪裡 好可憐喔 我沒有看錯 我沒有看錯吧 是 曾經這樣 然後現在攤在那個股市 從一百到幾塊啊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還有 最低是二十幾吧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六 那時候外資調降到二十以下 對 我覺得整個的產業的變化 非常的快 這家公司在快速發展的時候 他的接單的量是很大的 就像當年 其實台灣整個PC的產業 我們代工做得非常的好 做NBA賣得很好的時候 業績也很好啊 而且他那時候 因為可能到國外的一些 我們姑且不去論 他那個庫存的那個手法 但是他到國外去銷售的業績 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就會認為說 他的表現應該是很棒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股價 卻是不斷的下滑 所以你如果從財報上去看 你可能覺得說 營收創新高 股價一定會往上走 對啊 業績越來越好 過去也很好啊 所以這家公司可以買 買了你就住套房 對 所以在現在 尤其在現在產業的輪動 非常快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去看的是 這個產業的未來 它是有未來性 比如說剛剛提到開發金 當他告訴你說 他要賺六塊錢的時候 你要去想 他憑什麼 對 他憑什麼可以賺六塊錢 憑著硬股票 這是騙傻子進去嘛 就不是本業嘛 對 你要看他本業到底做什麼 能不能賺錢 當這家做筆電的告訴你說 我明年的業績要成長100% 你覺得可能嗎 你現在又不用筆電 你現在可能用平板電腦了 所以你就要打一個問號 當他做手機 他告訴你說 他明年要超越什麼什麼的時候 你要去看你周邊的人 是不是都要用這個手機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要存一個問號 儘管他過去的財報很漂亮 對 其實有時候頭陣 還有另外一個民視 都認為說 沒關係 這個只是模範學生嘛 那可能是好學生 遇到了壞講器 對 沒那麼壞 結果就一直貪停 我們這家公司來看一下 在這邊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後面 你一定會講說 這買到就對了 差不多啊 好棒啊 穩穩的 全世界排名第二耶 真的 不是世間公司耶 全世界第二名耶 我告訴你 明年就要拚第一名 拚一下 結果 不是往上衝 是往下降 而且掉下來速度比上面快 因為 真的都不用煩 很快耶 所以有時候這個就是迷思 沒錯 過去的業績不代表未來 股價 它是反映未來 不再 反映過去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股價 已經把過去所有的好都已經反映了 甚至把未來的好都反映在裡面 萬一它的好沒有你想像那麼好 就是有利多 而不是大利多 是小利多 啪 一下子就下來了 下來了就賣富了 好 所以大家要小心喔 這個是挑對公司的迷思第一點 現在我們來看迷思二是什麼 好 營收創新高 讚喔 這個公司一定賺錢 一定 等於公司會賺錢 對 是嗎 應該按照正常的公司營運來講 是對的吧 對啊 你是正常人 看的話 我看知道你這個想法就是正常人 如果秀麗姐買股票也會覺得說 營收創新高 應該就是它會賺錢吧 對 因為你會對那個公司 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你覺得看到報表 哇 它賺錢了 對啊 所以那表示它應該就是個 不錯資質的好公司啊 對 一開始玩股票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跟它股票 股市的那個八字不太對 對 因為股市會呼吸 對 我們要跟著股市的律動去運作 好像我一進來它就發生 發現說我進來了 所以它就要有一點波動 喔 你講的真的是人嚎 是嗎 對 我是跟它反著做對嗎 我是去哪裡都會有這樣的反應 光一個宏達店 那時候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有時候嗎 就是 但是我大概是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 我覺得我可以進去的時候 都是 不斷的看隨它 那是啊 對 那其實那個時候真的是對 我買是對的 我只是沒有賣在那個地方 可是當它一直下來的時候 當它一直下來的時候 我也沒賣掉 然後我們就會深信它 對 我們就會心裡想說 你看外資之前都看隨它 就算現在外資一樣 每一家都在看隨它 搞不好它一樣還會再上去 對 就是那種心裡在 就會在等 對 因為自己捨不得砍 就一直給自己理由對不對 合理的一個藉口 就想說還是把它留著 然後我後來就有一個 新的想法就是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 有一個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女生的那個留戀的那個心情 會比男生來得多 真的嗎 我覺得 對 捨不得慢的意思嗎 好像自己的小孩 我好不容易買了它 算了 沒關係 再給它一次機會 就希望跟它長相左右 對 可是男生就會覺得 比較那種當機立斷 這個不好就砍了 所以凡哥會常常說 你就是股市操作太感情用事 對 他覺得說 股市沒有人像你這樣子 可是我也覺得 股市也沒有人像他這樣子 他說每天都要進衝 然後殺出來 衝殺出來 凡哥是積極型的 對 他殺進殺出 我們家根本就是反比 就是他用他的電腦 我用我的電腦 你就看他每天都好忙碌 那個時候在玩 對 然後呢 那個收盤的時候也好緊張 可是對我來講 沒什麼啊 我就是看看盤 喔 漲了 喔 跌了 好啦 回去睡覺 可能Julie姐的投資方式 走比較中長期 然後凡哥是超長期的 不過我覺得Julie是對的 因為其實她的一個操作 是非常優雅的 不是這樣衝來衝去 衝衝忙忙 賺錢賺得那麼辛苦幹嘛 但是自己的缺點 她已經知道了 她砍不下去 對 所以你以後 如果股票買了以後 要砍就交給凡哥砍 可是 可是會被唸 不想給他們看 可是憲哥 你知道嗎 我就被他砍過 不然你就 設下你的停損停力 那他一砍完呢 就不管他砍完那個結果 也還是漲 他一定會被罵 對 他一定不好過 一定會唸 因為我就會講說 你看吧 你就是把我賣掉了吧 結果他今天長成這樣 對 結果你覺得說 憲哥那個做老公 其實也很可憐 他就要從別的地方 慢慢補你一點 對 後來你那個後半輩子 就一直在唸 你看吧 十年前一直在唸 還在唸 天唸那麼久 會喔 會喔 我自己賣 我賠錢沒事 跟你幫我賣掉賠錢 那完蛋 對 這有話題了嗎 憲哥 我們正常都會看營收 這樣不對 不一定對 我們的請專家 有沒有一些妹妹 搞搞的說 我知道她營收成長不一定賺錢 還是說 我要怎麼去透視她 去破解她這樣的迷思 對 因為營收它是每個月都會公布 對 所以大家一年就要看到12次 對不對 所以好像是最直接的 對不對 但事實上這公司 這個營收到底是賺還是賠 是 它營收只是收入 它沒有扣成本 也沒有扣一些 匯率損失 什麼都沒扣 是 那你等到財報出來 那股價早就 不知道反應哪裡去了 對 那你說營收創新高是很好 但是有時候 你太慢進場 已經創了五六個月新高 你才跟著進場 通常就太慢了 對 我們來看這個股票 像前面那隻 這隻股票好可怕 對啊 剛剛大家有提到的一檔股票 波動很大 對不對 波動太大了 他今天在下跌的時候 你去看營收 營收都在創新高 營收怎麼那麼奇怪 對不對 營收創新高你買虧錢 你說 營收後來營收開始衰退的時候 營收衰退了 把他賣掉 結果賣掉了 他開始在漲漲 你就氣得要命 就跟我們檔股票賺 對啊 然後我們賺錢的股票在跌 然後虧錢在漲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抓不到那個邏輯 因為營收 它是反應三個月到六個月後 事實上 我們是沒有去拜訪公司 如果你去拜訪公司 像那些研究員 你知道營收可以知道幾個月後嗎 可以知道三個月到六個月後的營收 他都先知道 對 他從他訂單就知道 對 因為他那個公司 那個做生意 他不是像我們打開店 才知道說今天有多少客人 對 他不是 他是接訂單 這個月 下個月 再下個月 對 所以他們三個月後半年 有些人都能見度嘛 對不對 三個月後六個月 其實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對 而且營收有三種情況 非常小心 那個是很特別 奇怪的創新高 對 我看啊 營收越高竟然越賠錢 他今天在下跌的時候 你去看營收 營收都在創新高 這樣 我們坐一顆賠一顆啊 好 營如捷 營如捷 對… 因說 褲蟲就會創新高 我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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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